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幽仔工房 今晚歐聯上演 有一場大戰 利物浦對利華古信 都會有多少的話題 首先利物浦和利華古信 近一季或者近年的表現 其實是足以去到今屆歐聯八強那些氣碼來的 所以這場球好看 好看的地方就是首先 這場球受到注目的就是 利華古信的領隊教練沙比亞朗素 因為史諾這位教練領隊來利物浦之前 都傳過沙比亞朗素 沙比亞朗素以往是利物浦的名宿 也曾經代表過利物浦贏得歐聯的賽事 這場球回到岸非路 帶領利華古信作客對著利物浦這一場的歐聯賽事 所以會很注目的 首先看他們兩隊今屆在歐聯 其實成績都很好 利物浦有三次全勝 利華古信兩勝一和 都是保持不敗 今屆他們兩隊在歐聯的入球和失球數字 都是一樣的有趣 而且兩隊在本身的聯賽 和歐聯加碼上來都只是輸過一場球 不同的地方就是利物浦現在剛剛在英超贏了 白禮頓回到榜首的位置 至於利華古信也比較和波多 變成在德甲第四位 因為利華古信近三場賽事 一場歐聯兩場聯賽得甲都是三連和的和波 要看一看 其實兩隊都知道歐聯改制之後 這個分組的聯賽 出線應該就問題不大 所以要考量一下他們來到這一刻 出什麼人 是不是很全球 這個很重要 相比之下我要看回 利物浦 上場歐聯 其實他們主要收起主力是路易斯迪亞斯 其他都是 擺出來的陣容很有誠意 相反 利華古信今屆歐聯 其實三場我都有做的 都是小弟做的 上場波對著法國球隊的比斯特 是收起了很多很多的主力 這個是有點意外的 雖然之前也有兩場贏了 那場球收起了一對中場的主力 薩利沙卡和黃中的安達希 前鋒收起了邦尼菲斯 右翼衛 整條右邊去打了很快的菲林龐 也收起了 所以相對來說 我會覺得來到歐聯 利物浦應該是各個陣容 我猜的 都是相對比較有誠意一點 這場球利物浦始終是主場 但是你說兩隊球 好看的 兩隊球都進攻 利物浦也說過 最誇張的地方 今季英超上半場 只是失過一球球 其實這個是很誇張 很瘋的一件事 所以這一場球 我最後兩隊球實力其實很強 接近 利物浦有主場 以及近期的走勢 在歐聯擺出來的陣容 各方面綜合來說 我會覺得 利物浦這場球 在岩菲路 能夠主場 贏利華古順 利物浦可以取得 今屆歐聯分組聯賽方面的小組賽 可以四連勝 這場球勝負如何 當然大家會留意 但是會是好看的 很多話題 特別留意沙比亞 馬朗素重返岩菲路 相信會有很多大頭的 這場賽事 今晚小弟都會評述 這場的歐聯賽事 希望和大家今晚一起看好球 繼續支持我們 安波體育傳媒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